香港昨天在反送中浪潮下迎来了回归中国22周年的日子 那从早到晚多个地区都发生了警民冲突事件 其中一批示威者从下午开始就在立法会大楼外发起冲击行动 并在入夜之后闯入大楼内各种设施被大肆破坏 那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形容大楼被损毁的情况十分严重 除了大楼底下的保安控制室完全被破坏 保安系统不能运作之外 其他供电以及消防系统也无一倖免 那这些损毁都无法在短时间内修复 所以立法会大楼未来两个星期都不能举行会议 布满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反送中抗争 昨天继续发酵 从下午开始大批示威者利用载满杂物的铁轮车和铁汁 撞击大楼玻璃门 到了晚上九点 示威者们开始撬开铁门闯入建筑屋内 也看示威者们的行径几乎失控 原本在场驻守的警员也唯有暂时离开现场 这些戴着头盔和口罩的示威者 在冲入立法院后大肆破坏各种设施 并在墙上愿意涂鸦 而在议会厅内 有人则是在主席台前挂上英殖民时期的港英旗帜 甚至连驱灰也被捅黑 原本庄严的立法院 在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内 就被示威者们破坏得面目全非 踏入午夜12点 事先预告会在立法院一带清场的警方开始行动了 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员一路挺进 并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场面混乱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的示威者最终选择离开 现场也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冲突 而在凌晨4点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罕见的在香港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 并通斥示威者们的暴力行为 他强调当局会为这些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经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今天上午的立法会外 依然可以见到警员的身影 四处都可以见到示威者们 冲击大楼所留下的痕迹 只剩下清洁工人忙着收拾残局 这波反送中抗争 现在是越野越烈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其中一直和中国针锋相对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然也不忘插上一脚 他亦有所指的提到 香港市民追求民主 但有些政府却不想有民主 虽然特朗普没有指名道姓 但明眼人都知道 他口中的有些政府 指的就是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 那力挺香港的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曾经殖民过香港 长达155年的英国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推特中写道 英国坚定不移的支持香港自由 但他强调不接受示威者 以暴力方式来达到目的 他表示在1984年 由中英两国领导人 所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依然有法律约束力 然而亨特的这番言论 随后就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反击 指这样的言论呢 等同于是在对香港事务 指手画脚横加干涉 他奉劝英国应该要摆正位置 多做一些有利于香港 繁荣稳定的事 那至于亨特所提到的 中英联合声明 耿爽强调 那是一份解决香港回归的文件 随着中国在1997年 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 英国对香港已经不存在 任何所谓的责任 而在香港境内 那这次的反送中浪潮 牵动着香港各阶层人士的 敏感神经 就连向来 先手表达政治立场的香港艺人 这一回也不担心自己的立场 会引起粉丝的反弹 那纷纷震出来表态 在他们之中呢 现在还出现了两派声音 其中包括了谭永林 梁家辉在内的影帝级人马 都冒雨出席 在星期天举行的撑警集会 力挺警方在近期的冲突中 秉公职业的专业精神 而另一边乡 曾经得到威尼斯影后的 资深演员叶德贤呢 则被媒体捕捉到 参与昨天的T1游行 手上还拿着写有 撤回恶法 临阵下台的标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